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带来了一个韩国经济频道分析的 JVP股价上升50倍的时候 YG保持不变的原因 最近10年JVP娱乐的股价几乎上升了10倍 而YG娱乐几乎是维持原状 对此一位会计师表示 YG的问题是一直闯祸 所以外部股东们就会判断 这个公司风险很高 然后股价又上升的话 一年最少要有一两团持续回归 但YG是集中在一个组合身上 回归的频率也很少 上升的动力不高 下降的时候会跌入谷底的风险很高 YG有Big Bang也有Blackpink 但是没有之后的超级偶像 相反的JVP的话 从2008年2PM开始 2017年CAS7 2018年StayKids 以四本部体制下不断地在运转 然后继续准备下一组新团 以数字以股价来证明了自己是有实力的企业 然后在IDOL市场 说到Big Bang的话 就连男生们也都非常喜欢 觉得很潮流 而YG的DNA也是HIP HOP 叛逆自由的态度 但是最近大家对HIP HOP都感到疲累了 以前Show Me的Money 第一二三四季都爆火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 他们就是在炫富 不好好缴税 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要成为IDOL的话 要成为音乐人的话 Swift也很重要 但也要满足道德标准 没错 太依赖Big Bang和Blackpink了 在Blackpink还没有像现在之前 就太依赖Big Bang 现在就太依赖Blackpink 必须要专注于信任培训了 不说别的 因为现在公司代表在打官司 信任的后续制作就停止了 真的很奇怪 这样子后只要代表一出事 公司就要停止吗 JYP这个公司也不是没有缺点 但是不是可以跟YG比较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公司能持续的赚钱 不是每次都能推出登顶的团 但是会持续的活动 公司内也有很多登顶的歌手还在 会持续的发表新团 新团会持续活动 不依赖一个组合 所以感觉很安定 不过JYP以后不也是没什么 也没有说可以代替Twice的女团 现在也是很依赖SKG跟Twice YG在没有推出代替Big Bang的男团期间 都是以Blackpink来维持 现在Blackpink续约都不确定 本来还期待的Babymonster的出刀日又延期 看什么要投资呢 公司进行Iconwinner的方式太遗憾了 本来期待能代替Big Bang了呢 因为不能信老交替 实际上只是依赖Blackpink 却也不常发表Blackpink的专辑 我看到了今天的新闻 说GD也离开了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真的是一个问题 个人认为 每个大型娱乐公司 都会有自己的开国工程艺人 善待他们 并保留他们的存在 意义真的很重要 在SM有Kantabua 在Hive有PantanSundan JVP有2PM 而YG路过的狗也知道是Big Bang 尤其是GD 象征公司的歌手 对韩国音乐产生了 巨大影响的歌手就是GD 一个这样的艺人离开 真的很奇怪 我看是Yang Heng Se 自己想要成为象征YG的人吧 最近因为Blackpink的序言问题 Babymonster出道言及 以及GD的消息 有关猜测YG娱乐未来的内容 也出现了非常多 所以 对于这段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只是希望Babymonster能早点出道 Blackpink能叙悦 下个消息是 10月2号 庞探琼姆透过语音直播 与粉丝们互动的时候 琼姆对提到是否有女朋友的粉丝说道 老师看到这个问题 但我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也不打算交女朋友 只想专心工作 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需要 没有 就不要再提了 现在我的心里真的只有阿米 我很坚定 只有阿米在我心中 所以不用担心 可能就是因为前几天的那个什么死神犯偷拍什么的 所以粉丝们才会问 Changgu也毫不犹豫地回应了 就这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好莱坞女明星亲亲后 不知所措的女精死黑鹰 心情 groundwater 爹 嗤 纸 怪我 怪你 A 推 怪我 F ��터 骈 尼